我今天想以十二言做一個背景 想和大家討論一下香港經濟發展中 政府的職能和作用 主要是談兩個方面 一是政府和產業發展的關係 第二就是政府在市場以外的角色 香港實施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這是基本法的規定 基本法第110條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 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 並開發新興產業 110條除後的119條在產業發展問題上 對特區政府有更加積極和明確 有更加積極的要求 119條主要的部分是這樣寫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 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 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共事業 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 這是基本法對我們的要求 基本法肯定了特區政府在促進和協調 各行業的發展的職能 這就是我經常所提及的 官、產、言、學 四個方面的結合當中 政府的部分 在其他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裏面 政府並不是無為而至的 而是審視度勢 適度有為 近年西方國家政府的表現清楚 認證了這一點 三十多年前 當時的香港政府提倡 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 在不干預的同時 也都有積極 原文的英文就是positive的一面 政府的積極性 體現在民生方面 也都體現在促進產業發展 和經濟轉型方面 在民生方面 政府在實施低稅制的同時 在大範圍內 為民眾提供義務教育 和幾乎免費的醫療服務 以及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也都以法定的方式 為僱員福利定定最低標準 勞工法定假期和長期服務金 就是例子 這個是民生方面 政府做的事 在經濟發展方面 幾十年來 香港經歷了多次 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 而每次都貧值成功轉型 得以維持香港的穩定範圍 每次香港政府 都不是袖手旁觀 而是因時制宜 發揮關鍵的作用 六十年前 香港經濟是以轉口貿易為主的 五十年代開始的工業化 實現了香港經濟的第一次重大轉型 工業年代 工業年代的時候 政府有工業支援政策 有出口配額制度 有廠房用地的優惠賣地政策 以及在工廠區內 大量興建公屋的配套房屋政策 七十年代 香港金融、航運、旅遊業迅速發展 成為香港新的支柱產業 實現了香港經濟的第二次轉型 香港政府在過程中 亦都發揮了重要 而積極的作用 1981年 政府通過立法 以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 將當時四間獨立的 私人擁有的股票交易所合併 成立香港聯合交易所 向聯交所以低於市場租金 直接批租四萬呎的 中環交易所大堂場地 擴大香港交易所的規模 提高交易效率 為香港股票市場的發展 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在旅遊方面 政府對酒店用地的地績比率 實施寬敏政策 同時催生香港兩個大主題公園的建立 1977年 政府免費撥地 並且通過賽馬會出資建立海洋公園 其後海洋公園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獲得融資 當中還有政府的特惠貸款 和向商業銀行提供的擔保 此外政府也參股 興建迪士尼樂園 現在正在興建中的啟德郵輪碼頭 也都是由政府直接注資興建的 我們可以從這些過去的實例得到這樣的結論 香港政府不單在市場失效的時候 進行適度的干預 不單在民生範圍內 以非市場力量適度 滿足民眾的需要 更是直接促進甚至催生 某些產業以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 近年 特區政府以大市場小政府 形容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同時 政府也都需要顧及外部形勢 和我們社會的內部需要 換句話說 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 需要找到新的機遇 應付新的挑戰 而政策的結果 也都要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接受 因此 積極不干預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 都不應該妨礙政府在經濟問題上 發揮應有的作用 今後 外圍形勢將會繼續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國家發展將不斷帶來新的和重大的機遇 特區政府要強化 對產業發展的導向和支持職能 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來說 九七前和九七後 無論如何論述政府的角色 香港政府在產業發展和其他經濟問題上 都要有積極和適度有違的政策和措施 五年時間一眾即逝 十一五期間 國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長一倍以上 未來的五年也就是十二五時期 國民經濟的體積更大 我們國家發展的起點更高 實現規劃的建議稿 有關香港經濟發展的部分 有以下兩句 第一句是深化粵港澳合作 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第二句是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 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從香港的角度看 前一句是香港的對外合作 後一句是內部的提升 關鍵詞是提升 什麼是提升呢 以航運這個產業為例 建造更多的貨櫃碼頭 是擴大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 貨櫃運輸業的規模 這是擴大規模 還不算是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航運業和航運中心的上下游 由周邊行業相當廣闊 香港向高增值高技術的高端航運服務業轉移 在現有的貨櫃碼頭的基礎上 提供類似倫敦的國際航運中心業務 包括船舖註冊 船舖的管理、買賣、租淫、融資、保險、文件草擬 訴訟、仲裁和相關的法律服務等 就是提升 發展這些業務可以提升香港人的收入水平 可以托闊年輕一代的香港人的事業出路 可以把香港和廣東碼頭的競爭關係 轉化為香港對廣東以至全國的 碼頭和造船業的支援合作關係 香港發展行運服務業有相當的優勢 包括法治環境、兩民三宇的能力和國際聯繫 但是要做到這個提升的目標 我們要觀、產、賢、學、四方結合 香港學運界近年對政府提出的建議 我認為值得深入研究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經過兩年的論證和籌辦 去年九月成立香港海市和運輸法研究中心 開辦海市發碩士課程 而商學院就積極探討開辦和海市相關的保險、融資 和其他金融課程 提供專業服務 提供專業教育、培訓和研究力量 希望培養出來的各方面的專才 日後可以為新興的香港的海市服務業打平 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大學在這些方面的努力 廣泛得到業界的認同和支持